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查证事实的部分为了要抢快 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做第一时间的查证工作 那没有做查证工作的情况之下 当他在加入自己的主观评论 这个时候他的主观评论 竟然就变成了事实的一部分 而这时候这个假新闻就越滚越大 原本只有A后来变B后来变C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其实一开始传播的人是要负责任的 我赞成打假新闻 但是请你拿出市政来 不要把政治评论的东西拿来扣上假新闻的帽子 不管争论节目批评 他如果是批评政治政策国家的方向 这个你不可以在他头上摘账 第二个有录音带可以调出来 他讲话是不是不负责任 或是他有更正或者道歉 这种就不属于假新闻 美国之前之所以探讨假新闻 是因为他们发现说 有国外特别是指俄罗斯 透过假新闻影响了美国的总统大选 那我们台湾如果要处理这个议题的话 也要有真的这样的事实根据 我们才去探讨 所以当今天我们说 是不是中国大陆有假消息有假新闻 那我就要反问 是什么消息或什么新闻 这么严重 严重到我们的政府这么重视 假新闻的定义先搞清楚 违反是不是真相 怀有其他政治目的 或者是不当的目的的 或者掩盖某一件事情的 或者是转移焦点的 这种通通是假新闻 如果今天政府真的要打假新闻 我赞成 那以前这些案例要不要办 这些放假新闻的人要不要负责 台湾来讲 事实上现在在成平时期 资讯流通都这么发达 我们认为就这个所谓的假新闻部分 从自己做起 从公民意识做起 这比较实际 政府要用强制力去规范 这些所谓的假新闻 事实上来讲没有必要 而且很容易会干涉到言论自由的界限 那这个部分也就是说 如果完全的假新闻 我们不能说它是言论自由 但是如果这个介于假跟真之间 甚至它是主观判断的 这个黑白界限 灰色地带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让 有些人产生所谓的寒残效应 其实我们在探讨假新闻 或者假消息这个议题的时候 真正要防范的就是政府 借由这个议题 去干涉新闻自由跟言论自由 因为自古以来 这种人民自由最大的敌人就是政府 所以当今天政府说 你可能散布假新闻或者假消息 所以我要做防范的时候 这就是最恐怖的时候 两害相权取其亲 市场上有不正确的新闻 或不正确的消息 这个会造成损害 我们都承认 但是如果你让政府来管制言论的话 那这是更恐怖的危害 好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